他用最上等的黄金珠宝筑打造 他备受皇帝的重视 皇帝专用的酒杯 他被皇帝当作传家之宝 一年只用一次 他就是清朝的金欧永固杯 闪耀华贵金光 彰显 皇家气度 一出现总能吸引众人目光 在乾隆时期 他两次平定准格尔 纳入新疆 两次扫平四川金川叛乱 一次平定台湾林爽文 战胜缅甸越南及尼泊尔 大清领土达到顶峰 金欧比喻国土代表大清的疆土 政权永固 国家的完整与繁荣 所以乾隆皇帝最重视金欧永固杯 材质要用宫中珍藏的黄金珠宝制造 并且由乾隆亲自设计 每一步骤都要照皇帝的意见 不断修改重做 直到乾隆满意为止 制作的记忆之金 要求的细节之完美 都要衬托出大清皇朝的典范与气势 一指小小的金碑 为何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因为每年元旦子时 皇帝都会在养心殿东暖阁 以代表政权稳固的金欧永固杯 引用图苏酒 点燃玉镯长吊竹台上 象征风调雨顺的蜡烛 向上天祈求天下太平 五谷风灯 这纸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 金欧永固杯 是乾隆五年制作 以纯金打造香蝉 珍珠 红蓝宝石 并以点缀铺底 处处闪耀着皇室的荣耀光芒 杯口边缘装饰回文 正面刻传书金欧永固 另一面刻乾隆明治 金欧永固杯是以三足鼎为造型 鼎自古就有国家政权的象征 握把是以奎隆为造型 代表充满力量的皇权 杯身以花丝香籤红艺 雕了一朵在佛教中 寓意富贵吉祥的宝像花 杯底由三只巷头卷鼻之称 极为罕见 象征皇室的威严 但它闪耀的光彩风华 将连同过去的历史永远被保留 并在世界各地闪耀着 Viva TV 与您分享国宝的美好